大家好,到北极了 现在在靠近北极圈的一个小镇 这小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终于到北极了,有点回到东北的感觉 但是比东北冷多了 现在这外面是零下30多度,一直下着雪 感受一下北极圈的寒冷 前一段时间我还在东北,是不是还给放冰炮呢 现在跑到北极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 看看,看着雪下 那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向东大概是5公里 实际上有一个北约的空军基地 那据我了解呢,这个空军基地呢 实际上也是北约在北极圈少有的几个空军基地 而且附近呢,是有北约的核弹井的 也就是发射核弹的 那现在俄罗斯准备对美国使用核武器啊 如果俄罗斯对美国使用了核武器 那我现在这个位置很可能遭受核攻击 我一秒钟之内,一秒钟,人间蒸发了 刷就可以了,你看那么寒冷吧 如果在我的上空核爆 一秒钟蒸发了 5公里啊,这是核爆毁伤半径啊 5公里 那现在呢,俄罗斯啊 和这个西方紧张关系持续啊 那现在日本也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航列 那现在呢,疑似俄罗斯的直升机呢 也进入了日本领空 日本航空自卫队呢 也出动了战机紧急升空 现在我了解到呢 3月2号,一架疑似俄罗斯的直升机 出现在日本北海道 根式半岛近海 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来应对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啊 日本防务城表示啊 今天上午一架疑似俄罗斯直升机出现在北海道 根式半岛近海 侵犯了日本领空 航空自卫队立即出动一架战机升空警告 日本自卫省指出啊 俄罗斯可能在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 在亚洲挑选 目前呢,正在分析详细的飞行情况 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和监视 NHK也最新报道啊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啊 当地时间3月2号上午10点23分 北海道发现一架推断为俄罗斯的直升机进入日本领空 自卫队紧急升空并将其去离 NHK称呢 设施直升机进入日本领海的时间约为数十秒 短暂的进入 日本自卫啊 防卫省就此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政府发起抗议 那现在在日本防卫省的推特上有这个消息了 那这是俄罗斯军机自去年9月以来在北海道 首次侵入日本领空 实际上呢9月份呢 曾经有一架安托诺夫的安-26运输机在北海道外海上空 出现两度入侵日本领空 那现在我了解呢 日本的志愿军啊 也抵达乌克兰啊 那总统泽连斯基呢 已经宣布啊 期盼呢 组织外籍志愿军团组成外籍兵团 协助呢 乌克兰展开对俄罗斯军队的防御 根据乌克兰官方的说法呢 目前已经有数千人报名参战 那么乌克兰驻日本大使馆也证实啊 已有70名日本人向大使馆请求参加对俄的志愿行动 也就是自愿70名日军自愿参与赴乌克兰参战 其中70%曾担任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官 也就是日本自卫队的人员 那现在已经向乌克兰申请参与到乌克兰战争 那2月27号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组建一支由志愿军组成的外籍军团 随后呢 号召乌克兰驻日本大使馆 在社交媒体上向日本网民发出号召 那乌克兰方面呢 像这些志愿军的像在我了解啊 会提供一定的报酬啊 但据乌克兰驻日本的外交官说啊 许多志愿军报名呢 动机非常纯粹 实际上呢 觉得自己在日本没有什么用处啊 想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这些人是不要求回报的啊 就是想参战 乌克兰呢 驻日本大使馆也透露啊 截止3月1号晚 有70名日本男性提出应聘 50人啊 是前自卫队的军官 还有两人曾属于法国的外籍军团 乌克兰方面呢 有考虑在外籍兵团服役时支付报酬啊 但日本外务省呢 已将乌克兰危机情报提高到最高的第四级 叫劝退 退币劝告 不但呼吁当地侨民撤离 也请求民众不要前往 那林方正呢 今天也举行记者会啊 他表示说 知道乌克兰驻日大使馆的号召行动 号召志愿军的行动 但不管基于什么目的 他并不希望日本民众 以及日本自卫队的军官 前往乌克兰参战 乌克兰驻日大使馆也表示啊 是否以义勇军的方式派遣 还要与日本政府协商 但考虑让志愿军前去参战啊 参加人道主义工作可能性更大 那很可能呢 这些日本自卫队的军官啊 不会拿枪上前线 但是会参与到后勤 还有一些这个运输啊 那也属于志愿军的性质啊 那也就是日本二战以后 首次派出自卫队的军官 前往第三国参战 实际上日本呢 现在呢 大家知道啊 他的这个军国主义啊 大家要提防 现在日本也首次参战 在乌克兰参战 所以我一直关注的日本啊 这个志愿军参与到乌克兰战争 中国实际上也有一部分人啊 实际跟日本这些 你说这些前自卫队军官也是一样 也参与到实际上乌克兰的战争啊 我有机会吧 给这情况介绍一下 但是呢 毕竟啊 这个东西国内是禁止的啊 你给人报出来以后 人家没法回国了 对吧 所以呢 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比较敏感啊 很冷啊 你看我说这两分钟话啊 冻的已经不行了啊 太冷了 看看 看看 看看这烧 在北极圈给你做节目啊 在北极圈给你做节目啊 这油管也就我一个啊 30多度啊 零下30度 哎呀 恍如隔世啊 是吧 小娘的时候 我还在东北给你放便炮呢 是不是 还是风吹的 我这个 哎呀 不知道还能不能路上阴啊 阴值怎么样啊 可能阴值有问题啊 因为这个录像设备 可能也是结冰啊 那现在看来呢 那乌克兰危机啊 会越来越古计划 扩大 包括日本啊 美国大量的志愿军也会进入啊 如果日本呢 参与到乌克兰的危机啊 我觉得俄罗斯一定会制裁日本 北方四岛啊 俄罗斯也会向日本 进行进一步的军事的示威 所以看来呢 在东北亚地区啊 美国用日本围堵俄罗斯 那我觉得啊 对中国来说 在东北亚地区 整个紧张局势 也是中国需要警惕的 美国会不会把乌克兰危机 哎 引到东北亚地区来 形成对啊 俄罗斯和中国的双面围堵 这是需要警惕的 在东北亚地区